我們說的要固屬下一步 所以我們在固屬的是 下一步叫做擴大管制 它有不同的方式 我們要在每個情境裡面 當我們的醫療院所 狀況碰到什麼狀況 才會有下一步的規劃 也就是說大家擔心的是 我們是整個把路橋都封錢 不是的 是碰到比如說 臺北市的醫療體系 已經沒有辦法完全容納我們的病患 那我們必須可能要在社區裡面 有一些輕症的 像新加坡已經醫院不收了 它在社區裡面 我們可能就要擴大管制 而疫情重創了藝文界 高雄市提出了紓困計畫 租金可以減收五成